慈禧地宫啊 特别特别的凉 听说扎古凉 而且呢 它的灵气 还有楼梯 今天木子呀 带你们呢 从这里走下去 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走过这个台阶呀 就可以抵达慈禧太后的地宫了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地漏 您看一下啊 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呀 它这个就是 有很多水呢 从这个排到地下 就流出去了 而且再往前来照下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个地方曾经有门的 看到了吗 这是放门栓的地方 为什么要关上呢 上边是宝顶 下边是地宫 是不允许来回走人的 只有在祭祖的时候 才可以通过 咱们从这个台阶走下去 去看看慈禧太后的 灵寝地宫里边 据说他不腐烂 死后好多年没有腐烂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 咱们呀 去一探究竟 好黑呀 这个地方 跟着视频 咱们从这个地方走进地宫啊 这慈禧太后呀 已经去世了一百多年了 这灵寝呢 是在1984年以后呀 才开放的 那么他在这里边呢 已经长眠了一百多年 看一下 前半那蒙黄布的 就是慈禧太后的光果了 其实吧 这慈禧在入葬以来呢 民间都知道啊 说他死后二十年 尸身不腐 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腐呢 来看一下这里啊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解答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吗 这个呀叫地漏 而且咱们都知道 什么顺治康熙乾隆呀 他们领寝呢 都有大量的积水 那么慈禧地宫啊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才不积水 而且他的温度是常年 十一度左右 冬暖夏凌 气候呀 就是一般呢 一年四季是一样的 咱们再继续往里走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慈禧太后的光果了 咱们呀来打扰打扰他 慈禧太后的光果呀 是用金丝拿木做的 内外是两层 外为果 而内为关 一共刷了是七七 四十九层金粉 最外边一层呢 用毛笔 沾上了金胶油 起到了密封的作用 而且又放在这么凉的地宫之内呀 他就相当于放在了中央空调里面一样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是什么呢 慈禧在去世之后 口中含了一颗一明珠 大家都知道吧 还有他身旁陪上了大量的珍宝玉去 都说人养玉三娘 玉养人一生 这个也起到了一定的防腐作用 第四点是什么呀 慈禧生前呀 肠胃不好 他是在1908年 因为拉肚子脱水而去世的 那么肚子里边呢 他没有任何的东西了 就是相当于人在去世之后呀 进行了防腐处理一样 那么这四个条件啊 缺一不可 因此呢 才是慈禧失身不服的真正原因 而且据说慈禧现在呀 是甘尸的样子 长眠于光谷之中 头朝北脚朝南 躺在棺材里面 其实慈禧太后的故事呀 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这个段子里边呀 也介绍不完 那么如果大家特别想了解 关于他的更多的故事的话呢 就给慈禧呀 点个关注 咱们直播间聊一聊吧 咱们来点货